您好 欢迎收看今夜说新闻 每到台风来临 惊人的雨量总是造成水库的泥沙淤积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要讨论的主题是 水库的清淤难题 我们邀请专家来告诉您 台湾的水库在管理方面面临哪些情况 首先来看我们的报道 台湾的降雨量是全世界平均值的2.6倍 可是每个人世纪分配到的雨量 却只有全球平均值的七分之一 以石门水库为例 泥沙的预计量占了水库容量的近三成 每年台风季节冲刷下来的土石 高达200万立方公尺 光靠每天不间断的抽沙船 以其怪手挖掘 每年也只能轻逾40万立方公尺的泥沙 根本环不济及 目前总累积的那个预计量 大概是9597万立方公尺 最主要的预计量的来源 就是每次台风 好意所带下来的泥沙 水库淤积量高 储水的功能就减弱 同样是在台湾这块土地 有的水库却是保有足够的蓄水量 比起桃园石门水库 翡翠水库的情况似乎好一点 甚至还有多余的水源 可以支援其他水厂 目前翡翠水库的有效蓄水量 达到62% 拥有如此丰沛的水资源 集水区优良的水土保持 是首要的原因 集水区的居民 在水土保持方面的配合 所以翡翠水库目前来讲 我们的预计量算是蛮少的 大概这二十几年来 总共大概只有5%左右 水土好预计就少 水库能存放的水量就会更多 淤积虽然少 翡翠水库 还是积极地做好排沙工作 每一次在这一个台风来袭 我们要泄洪的时候 我们就尽量采取下面的这一个出水口 把这一个着水给放出去 这几年来利用这个方法去排沙 大概总共排了十几万地方公尺 水库若是淤积严重 加上老天爷不下雨 水库就会严重陆化 也就是潜叠化现象 最重要是要清衣 因为你清衣一粒方公尺 你就多一粒方公尺的容量 把水库当作它既吸水利用 也吸吐沙利用 专家认为只有做好水土保持 与排沙的工作 才是提高水库效能 延长水库寿命的解决之道 而最近基隆地区面临的缺水危机 渴望因为这次苏拉台风带来的雨量 暂时解除了缺水的警报 水库的泥沙淤积一定会影响水库的寿命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 北区水资源局养护客的客长林宏毅 林科长 客长您好 主持人您好 客长这次苏拉台风带来的雨量 可以说是化解了基隆原本要面临限水的危机 那我们晓得这个新山水库其实它本来这个蓄水量是不太多的 后来他们把这个坝体加高 让它这个蓄水量可以从400万公吨变成1000万公吨 可是后来它这个加高的计划 现在暂时到一个程度就先停了 是因为它现在大概蓄水量大概是800多万公吨 那就是因为它这个坝体的部分好像有渗水的问题 能不能跟我们谈一下 这个像在做这种坝体提高的时候就面临这样的问题 通常要怎么办 要怎么解决 是的 那有关于那个新山水库的话 事实上它是一个离潮水库 离潮水库是什么意思 离潮水库基本上不是在潮的 就是说在像石门水库这样子 那它是在旁边再经过引水过去 引水路过去然后再来提供整个水源 不是有河川直接流进去的水库 对对对对 那类似这种情况 它当然它也是提供整个基隆地区的用水 那基隆地区的话基本上它有一个特质 就是说它在冬天的时候它的风水期 它是属于风水期的 那在夏天的时候是一个枯水期 那目前在这个现阶段来讲 当然这次的苏拉台风进来之后 是有稍应该是会稍微缓解了一个 它的水荒的用水问题 但是呢就以整个设施来讲说 大坝加高到它的左翼 它这个漏水的部分 左三级漏水的这种情况的话 基本上我们一个水库的一个设施更新改善 基本上在完成之后 它都需要经过一个所谓的大坝安全评估的 一个复合的一个工作 那复合工作之后 还要再报到水利署这个部分 然后经过一个审核 一个安全的一个考核之后呢 确认它是一个安全无益的状态下 它才会有再继续蓄生的一个可能 你刚刚讲到说基隆的新山水库 它是属于梨潮式的水库 那如果是这样讲的话 它的泥沙淤积是不是就比较不严重 一般来讲梨潮水库的话 淤积量会比再潮水库来讲会小很多 因为它是不会直接受到冲击的 那可不可以科长跟我们讲一下 目前台湾这个水库淤积的情况 因为就是台风啊 强降雨的趋势那么明显 现在台湾这个水库面临淤积的情况也蛮严重的 跟我们讲一下在台湾整个这个水库淤积的现况是怎么样 OK 那以目前的话的话 北部的地区大概有几个主要的水库 包括石门西市水库到直潭水库这个部分 那淤积比较严重的当然是像直潭水库还有石门 那石门目前的淤积率大概是30%左右 那在中部的地区当然比较严重的就像古关啊 明德或物色 那古关的部分是大概是74% 预计率到达了74% 那物色的话大概到64%了 那南部地区有包括白河还有尖石碑 还有真纹的这几个水库 是算是在预计上面是比较严重的 那尖石碑当然已经到了84%了 那就以供水来讲的话 我们石门跟南部的真纹 那石门3% 事实上石门是在93年埃立之后 有大量的泥沙从积水区上面直接冲灌下来之后 所以造成了一个预计之后再有陆续的几次的台风豪雨 以及在96年曾经有发生过一个所谓的808溃坝的一个情况 那808它也是一个蓝沙坝 那所以它的整个泥沙也是会往下运移到整个水库里面来 当然在石门的上游上还有一个融化 当然是这个部分多多少少在整个积水域蓄水范围的部分 我想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而真纹的部分当然它就是在大概98年莫拉克那个时候 它所产生的一个相对类似的一个状况 那事实上目前的淤积水库淤沙淤积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目前水库所要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因为当水库如果淤满了 那事实上就会有类似所谓的一个浅叠化 类似这种的情况 那这种浅叠化基本上就会造成你的滞红空间 你的蓄水量不足 那未来的话这个水库的功能事实上就大打折扣 客长您刚刚讲说石门从爱立之后接连下来 就这个整个淤积率就提高了 这个水库清淤是不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 就我所了解 事实上石门水库它大概从70几年就一直有在设法 在执行所谓的一个清淤的作业 包括使用浚蟹抽泥的那些 事实上它是非常的 如果说今天你已经进到水库里面 已经沉底了一些淤泥 你要把它弄出来 基本上除了目前大家比较常用的那种 比较夯的一个说法就是水力排煞 重力排煞的方式之外 基本上就是要用机械设备去用 被动式的去把它抽出来抽泥 那抽泥的话基本上它会产生很巨大的费用 然后当你抽出来之后 你要放置的位置 以及这一堆淤泥你的处理费用 跟它的终端处理费用 都是一笔非常庞大的费用 也就目前的话 我们大家所思考的方式是 希望能够让它能够让泥沙回归河道 事实上水库以人为的方式把它建在河道上 你所连续下的泥沙原本事实上就是应该让它回归河道 这是目前大家其实比较认同的一个做法 只是说你如何让它去借由水力而自然的回到它那个河川河道的方式 客长你讲说用水力然后来让这个重力排沙可以来进行 那现在这个台风来临期间这个降雨就比较明显了 是不是也是这个水库在排沙的黄金时期呢 是的 那水库的排沙的话基本上它当然都会有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个时间点 那包括你今天如果像类似这一次的苏拉台风它的进来 它会有一个水流从其水区下来 它会有一个洪峰的一个时间 那相对的后续它也会夹带了大量的泥沙 但是泥沙因为在运移的过程当中 它不会像水这样子速度那么快 再加上泥沙基本上它比重会比水还重 整个水路的底部 那当然上面的浑浊那个我们就先不论 它因为整个浑水潭 那它当它进到水库的时候 我们原则上水库大概在防汛的作业上面 基本上起始的时候 它都会先作为一个防洪制洪的一个空间 然后等到水位大概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得开始去排洪 但是排洪不代表它能够去排沙 因为沙在下面 因为沙在下面对的 那沙在下面基本上我们大家所在研究的就是说 我如何借由底下的放水口 而能够让我的这个底下的这些泥沙排出水库外面 那因为过去的话 其实我们经常大家思考说 我把水从益鸿道的上面怎么放掉 结果泥沙全部留在我的库区里面了 因此在艾利那一次就变成 我整个石门水库我们就变成一个泥水潭 那因此在后续大家就开始研究 包括我们现在 今年即将可能会完成的一个电厂防御的较低的 在库底的部分 藉由这个水路直接把它排放出去 那这样的话可以大大的减少我们留在库区里面的一些淤泥 而事实上我的菌蟹抽泥的工作 也可以因此而减少一些费用的支出 是 客长有报导说 这个石门水库现在寿命可能只剩下29年 您看这个报导的内容 您的评估是怎么样 OK 这个29年的部分据我的了解 它应该是说 今天我们石门水库它在原始在设计上面 它就是一个80年的水库 它使用寿命大概是80年 那我们水库大概是在52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启用的 那你以这个时间来算的话 大概130年 那今年是100年 所以大概29年 那 合理 对 但是29年基本上是一个计划当时的领域的一个方向 那事实上以我们目前的时空背景来讲的话 台湾目前的整个社会环境 自然环境跟这温温环境来讲的话 其实要建水库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 对啊 我们没有地方盖吧 对 那事实上你要再找到一个很好的坝子 或者是说很好的位置 再来增建的话 不只是整个环境上面要考量 还有人文上面也要去多做思考 而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以水资源来讲 事实上水库能留一个是一个 水库能活起来才是最重要的 因此我们目前其实我们着眼点是在 如何去活化水库 让它去永续经营 那事实上你今天水库基本上 你要让它永续去经营 不会产生一个未来它的一个整个水库坏掉的情况下 就是第一个就是先把它清淤 你必须让它的库容能够回复回来 那当然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目前一直在研究的 期待说能够让整个淤泥未来 能够用水利组于排沙的方式去把它放出去 同时我们当然我们在石门水库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会去思考一个所谓 今天上游的入沙量可能是200万 200万立方公尺 OK那事实上我们借由目前既有的像电厂 PRO这些设置来放流 那可能我们预估每一年大家可以放流 大概73万立方公尺的量出去 还没有办法达到那个 在库水期的时候去做路挖 那每年大概也在清个40万 那同时在库前 在用抽泥船再来抽个50万 那或许这个已经很接近了 那这个东西我们设法尽可能 去让整个水库它的淤积能够降低 而未来可能会投入一起服役的 这个所谓电厂防御的工程 它甚至它也可以 未来可以提供一个我们 将近50几万的 那个59万立方公尺的那个淤泥量 也就因此这个部分 或许在短期间之内 它可能可以做一个比较平衡式的 的一个就是从入库 我们预计的 我们按照统计资料来看的话 所谓的入库的预杀量 跟你出去处理掉的预杀量 能够平衡 而这个部分当你达到一个平衡之后 这个水库就有机会能够再活化起来 因为它的蓄水量就慢慢出来了 现在大家还很担心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水库在这个 取水的这个整个段 设了很多这个蓝沙坝 然后蓝沙坝就是 它有功能的时候就是让它堆 堆那个砂石 堆满了之后这个坝就自动 在原址就废掉了 那现在还有一个融滑坝 大家很担心说 等到这个融滑坝堆满之后 它如果整个塌下来的话 直接冲击这个水库的建筑安全 万一十分水库 万一发生溃坝这种事情的话 那这太恐怖了 这个情况你们有没有在做 有什么想法 是的 那这个有关于溃坝的这个讯息 其实我们在之前也是石油所闻 然后在电视上也有一些报道 所以你们自己不觉得都是媒体报道 没有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面都有 针对于大家的一些的讲法 都有在沿袭啦 那就融滑坝的那一块的部分的话 其实融滑坝 它本身就是一个蓝沙坝 它虽然坝高非常的高 那但是它本身当时的设计就是要做蓝沙 就跟上游的几个积水区的蓝沙坝功能是一样的 那它原本设计是25年 它预计蓝续下来的大概是1240万立方公尺的沙量 它原本就是要续沙的 那目前的话因为这两年 就是刚刚所提到的爱立的那个情况 它所带下来的沙量 以及后来808溃坝之后 它所接续下来的整个冲击进来之后 事实上在98 99年那个阶段的时候 大概它就已经快续满 达到它的原来的 会要超过它设计的那个负荷 不会 它不会超过它的负荷 因为它基本上它还是有一红到水门 它会把它放掉 它会随着水 它就是满库而已 它泥沙就接近满库 但是目前是还没有啦 目前大概还有15万立方公尺的蓄水空间 15万立方公尺的蓄水空间 还可以撑多久 其实它是 它如果说 它如果没有蓄水 没有蓄水功能的时候 它就是一般的 就等于是一个河道而已 对 只是水过去 要稍微这样子一下而已 它就是一个穿流式 来多少送多少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你说 这个坝子是不是有危险 我们这么讲 其实它原本的设计就是要蓝沙 所以它的功能 跟它当初的强度 就是以蓝沙的来蓄满 就是可以承重那么多的 对 它蓄满之后的 它就是达到它的目的 但是会不会担心 会 所以因此我们在后续 我们还是持续有针对这个蓄满之后 再去做一个它相关的设施的检核 跟整个的硬力上面的分析 那事实上这个我们都有确认过 它目前的情况状态上是OK的 是还好的 是没有问题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未来这个水库 它所拦下来之后 它变成一个穿流之后 泥沙当然未来就是直接进到石门了 那我想大家关心的大概就是石门 会不会有状况 那事实上我们讲 在爱立台风93年那个时候 大概有两千七百多万立方公尺的泥沙 是整个进来到石门水库库区的 那石门它的一个特性 它是一个土石坝 那土石坝基本上 它事实上它就不是一般的 混凝土的那些性质 所以说你基本上你的土石坝 遭受到这种淤泥进来之后 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是 它的蓄洪空间大量的减少 然后另外一个我的水工机械 包括一些发电设施啊 咱们可能会遭到你那些泥沙 或漂流木的影响而损坏 其实最大的关键在这里 那事实上对于整个坝体结构上面 其实影响是有限啦 淤积它如果是逐量 逐量慢慢的进来淤积的话 其实它的影响 对结构体来讲是不大的 大概每一年 我们现在每一年 大概都会去执行所谓的监测 跟监视检查的一个工作 里面都有很多监测仪器 针对大坝的坝体跟结构部分 有很多的监测仪器在里面 那每一年同时都是一直持续在监测的 而按照水利署的一个相关的规定的话 我们每五年还得再做一个 所谓的大坝安全的一个评估 以及安全的检查 那这个部分就会更仔细了 甚至有一些水中水下的检查的一个工作 以及所有的一些相关设施的一个 重新再检核 那等于是说五年大概就要做一次体检 整体的体检 那当然水库如果会有危险 基本上还包括了目前自然上的地震 变化太大 对 就是包括气候变化所造成的 那这种东西可能就一定有点超乎在 目前我们 人为部分 我们自己在管理上面的一个 全能力上面的一个问题 就超出了这个 如果是自然的部分 课长你刚刚讲到这个石门水库 叫每年的淤沙 这样感觉很多 那同样在北部的翡翠水库 也是主要的民生供水的水库 那刚刚谈到这个台湾主要 这个淤积的水库的排名 就没有翡翠 这是为什么 翡翠的部分 其实就我的了解的部分 他们其实翡翠他们在 他们跟石门有两个比较大的差异 就是说他们本身并没有观光的一个业务 那事实上我们在石门水库周边是有一些开放观光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积水区的管制上面 其实我们所了解应该是翡翠那边对于积水区的治理上面 确实是有比我们优越的一个方式 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水路保持确实是有做得比较好 那我们这边因为涉及到可能很多权子 这积水区的范围 它包括了大概有三个像三个线 它也会有很多的人口很多的经济活动 对对对包括水蜜桃之类的 这个部分基本上有很多在治理上面 可能有很多机关之间要去做一个协调沟通的 那个都是一个一些问题 那当然他们保育做得好 这个是我想这个看成果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事实上石门水库在最近几年 政府都在推一个所谓石门水库集体积水区的一个治理计划 事实上我们在保育工作目前也是有大幅的进步 那从这几年来看 我们事实上石门水库的预计率是逐年有在降低的 有一个成果效果出来 就是说这个成果效果出来 当然也是因为这几年可能天气也还不错 气候也还不错 这样我们有一个在 喘口气缓冲的时间 那是接下来就看这个苏拉 这个台风之后会不会有一些 再有一些比较弱的弱点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这做一个改善 对对对 是 客长你刚刚讲到这个石门水库 预计划的关系 所以你们做了很多种方式的这个清育的工程 是 是 那我们晓得在这个绕户排划的工程 也是规划了非常多年 那这个决定要做了吗 目前在我们局里面来讲 应该是已经有大概定案 定两个方向了 一个就是可能会从我们的石门水库库区的 上游一点点的部分的大湾坪的部分 直接引水到我们的后池宴 而另外一个就是在从石门水库中游的那个 蓄水范围中游的那个区域 安抹坪的位置 做一个安抹坪的一个防御隧道 引到我们的更下游的一个沉淀池 石门水库有13口沉淀池的那个位置 去回归到整个河道 防御 那基本上大湾坪的那个隧道的话 基本上它大概是有1300公尺左右 那至于安抹坪那个就比较长了 它大概有4500公尺长 4公里多 那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初步的拟益来讲的话 大概是成本大概会花到将近100亿 那水库这么便宜 盖一个这个绕库排纱就要100亿 那而且这个工期其实有可能会到10年 因为这个的 因为它里面的一些地质条件 跟整个的施工状态 因为它必须在水域底下去执行 因此预估大概 如果真的要执行的话 大概也要10年 那当然这个工程如果能够出来的话 我相信它可以在我们的整个 水库的排域工作上面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这个台风期间增加这个水库的蓄水量 但是我们更要感恩有这么多 无名英雄在做这个水库安全的管理 今天非常感恩课长来到节目当中 对我们这么多宝贵的看法 也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